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天然地震和微地震 也简称微震 油气前开采中产生的微震 是水力压裂 油气采出或者是常规注水 注气以及热区等石油工程作业时 引起的地下印尼厂的变化 导致沿尘裂或者是挫氮 所产生的地震波 微地震监测指的是 通过在油气开采进压裂区周围的空间内 布置多组地震减波器 并实时采集微地震数据 经过数据处理后 采用震动定位原理 确定破裂发生的位置 并在三位空间上显示出来 进行水力压裂裂裂作图 或者是对储存流体运动进行监测的方法 所以说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页眼器开发 微地震监测 已经在监测页眼器压裂效果上 花费了很大的作用 微地震监测和常规的地震勘探一样 同样包括数据的采集 数据处理和数据解释 三大部分内容 第一 微震数据的采集 由于地震证源是压裂等因素产生的 因此不需要人工激发地震波 只需要在井中和地面接收微震 接收微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在井中放置减波器接收 在压裂井附近的直井或者是斜井 或者是水平井中 不知多极减波器组合来接收微震 井中减波器通常是三分量的 同时接收重波和横波 这是一个微震事件接收到的三分量地震记录 这是一套实际的微震观测的野外记录 下面请大家看看 这个牙裂产生微震和减波器接收微震记录的模拟动画 第二种是在地面布置减波器接收来自压裂区的微震 第二种是在地面布置减波器接收来自压裂区的微震 请大家看看这个动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种是井中和地面同时布置减波器接收微震数据 请大家看看这一个动画 第三种是井中和地面表面有更厚可以预论的 无法妄和外线和秔图减波器接收来自压裂区的 Elder第三兹 Lif 由于违症事件产生极弱的信号 甚至相对小数量的噪音 就可以破坏成像效果 例如一串气泡 创纪警孔中探头所产生的噪音水平 就比典型为正的政府要强 因此在警中必须将气泡 从下面的生产承担中阻隔 在老警中几乎总是需要在畅通的色孔 孔眼上部插入桥塞 以消除气泡或者是气流 第二 违症数据的处理 违症数据的处理 与地面地震资料的处理有较大的差别 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重波和横波的出置 或者是能量的确定 以及对相位极化的分析 确定为正圆的位置 发正时刻 正圆强度 速度模型是为地震成像全部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偏移处理 包括利用正眼模型来计算地震波旅行时 或者是其他信息 然后将网格排列的偏移数据的能量叠加 至与观测和计算数据最匹配的位置 违症位置的确定 应用了确定天然地震正中位置的相似方法 这是利用违症数据计算出的某口井压捏位置和强度的情况 这是美国巴雷特页岩器储存内的违症监测的结果 请大家看看这个动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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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地震监测 是了解以及优化景下过程的 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由于噪音 距离 为正世间正极太小 或者是由熟度模型 引起的较大不确定性的存在 并不是所有的试验都是成功的 也就是成功的试验 也仍然具有局限性 结果并不总是清晰 而且总存在改进的空间 请大家看看这个动画 第三 维地震数据的解释 采油或者是采气 注水 热区等的围阵监测 可以对流体压力前缘运动进行实时的三维监测 可实时汇出流体压力前缘的空间位置图 还可以提供 还可以提供弹 为正监测 也可以给出因油气采出引起的地下硬力场的变化 油场上腐地层变形和成降 以及和成降有关的资料 为景孔稳定性设计提供了依据 请大家看看这个动画 维地震监测技术的联究 已经从简单的正元定位 转向正元机制和辐射方式方面的深入联究 对维地震监测而言 在进行正元定位的同时 如果能知道正元的其他参数 则可以根据这些参数 确定更多的信息 一如根据不同类型的延时 均质度不同的延时 即同类型的不同破裂阶段 所产生的违证事件的频率 地震波的频率 及波的政府等特征 就可以推断延时的内型 或者是均质度 从而进行延性和裂缝预测 或者是进行各项异性分析 地震衰减分析等等 什么是违地震监测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